大家好,今天的视频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创造发明的生活小诀窍 就是我们每次做饭的时候都需要枪锅,用葱花或者是蒜末 那每次切葱,洗葱都太麻烦了 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把葱洗干净 然后呢在外面晒干 沙干的葱我们把它保存起来,放到塑料袋子里面 可以里面加一些干燥剂什么的,可以保存很久 这种干了的葱花吃的时候其实比这种新鲜的葱还要好吃 这个办法我是强烈推荐大家使用 夏天这么毒的太阳我们可不能浪费掉了 我是喜欢把葱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拿出去晒 晒干了以后我再把它剪成葱末 因为湿的时候切会太辣眼睛 当然了,你如果觉得不嫌辣眼睛,那么切好了以后再晒会更快 我们这里的夏天是特别的热 我们这里的夏天是特别的热,这两天都是一百零几度 华氏度,那这些葱在外面一天就可以干成这样了 我是干了以后再把它剪成或者是切成小碎末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个小诀窍 视频后面是我在做今天视频的音乐 天空之城 等一下空了,我会把这个视频编辑一下 然后上传到YouTube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,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